五福啊很难 尤其是最后一点是最难 五福临门究竟是哪五福 这五福是第一是长寿 长寿就是福寿绵长 第二一个是富贵 生活富足 而且地位尊贵 让别人尊敬你 第三康宁 康宁是指的身体健康 而更重要的是指的心神宁静 心神宁静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可能变得非常之难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要的多 想的多比较的多 一会儿又想要这个 一会儿又想做那个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总是心神不定 烦躁不安 第四一个是好德 好德讲究的是注重德性 培养自己的修养 更重要的是减点自己的行为 不能做那些缺失德性的一些事情 第五善终 自己到了一定的寿命的时候 知道自己要可能与人世间 要离别的时候 自己可以心安理得 无愧于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安安静静的离去 这就叫做山中 五福啊 很难 尤其是最后一点是最难 为什么 很难能够说 我能够心安理得 这个无怨无悔 是因为到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会去考虑的 哎呀我这个也放不下 那个也放不下 而且我做错了 那个做错了 这个结果 所以这时候 离开人世的时候 你心里都会很不安静 实际上这个五福啊 是要自己争取来的 而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 五福就到了你的跟前 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叫自添又之 极无不利 五福才能到你跟前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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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